联合国机构宣布把比利时和法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公墓 如旺达1994年种族灭绝的山丘 以及阿根廷的一个前库型中心 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至今为止 波兰的奥斯威星比克脑集中营 和日本的广岛和平纪念馆 是唯一列入联合国文化机构密切关注的 世界遗产名录的纪念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 星期二在沙地阿拉伯利亚德举行的会议上 同意将阿根廷库型纪念碑 列入文化遗产名单之后 接着在星期三也赞成将一站遗址 和卢旺达遗址列入名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8年举行的一次会议上 推迟了将纪念场所添加到遗产名录中 是因为当局对于把暴行和冲突相关的记忆场所 列入文化遗产起了争论 但是经过数年商讨之后 成员国一致认为 这些遗址可以在建设和平中发挥关键作用 这是教科文组织的首要目标 所以把一站公墓和卢旺达种族灭绝地点 列为世界遗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